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传媒朋友出席 优化土地供应公众参与活动进展的简部会 我是土木工程发展处公共关系组的高级工程师蔡昌凯 大家可以见我Robert 在未正式开始之前 为了避免在简部会受到不必要的资料 麻烦大家把手机暂时复离震机或者关掉 谢谢大家 相信大家手头上都有一份 今天简介会的程序表 我不再重复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出席的几个讲者 首先介绍的就是 发展局的首席助理秘书长廖振生先生 第二位就是土木工程发展处校客 土木工程处处长唐家鸿先生 第三位就是规划处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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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鸿先生 我们请谈谈调副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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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動了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活動 今天我們想向在座的傳媒朋友 匯報一下這個研究和公眾參與的進展 首先我會邀請土木工程塗展處的 土木工程處處長唐嘉雄先生 簡單介紹一下研究的背景 之後就會由海港工程部的總工程師李巨彪先生 介紹第一階段的公眾參與進度 和初步的屯海選址的研究結果 在投影節介紹之後 歡迎各位優化土地供應策略 維港以外填海和引導發展提出問題 除了發展局和土木工程處之外 規劃處的副次長唐嘉勤先生 也會落邀回答相關的問題 我現在請問唐先生 好 各位聰明朋友 廖先生剛才也有提及 我們這個公眾參與第一階段 在11月初已經展開 這個公眾參與第一階段 會在2月尾便完成了 第一階段公眾參與 主要我們的目的 是有幾樣的 就是想確立公眾對於 在維港以外填海 是否覺得適合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 岩洞亦是否適合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 另外也有一個主要的 就是希望在公眾方面 討論和確認一些選址的準則 關於維港以外填海和岩洞 其實大家的手段上 應該都可能會有 我們這個公眾參與的冊子 在最後一版 都有我們想大家公眾 在第一階段 在2月尾之前給的一些意見 就是剛才我講過的幾樣 我們已經在11月初 是進行公眾參與開始 做了很多展覽 聚焦小組討論 以及一個專題討論 在當中也收到部分公眾的意見 他們有些部分公眾意見 關於填海方面 就覺得我們應該早點 拿一些可能的選址出來 才比較容易去談選址準則 因為他們有部分的意見 就是覺得 就這樣空泛講在維港以外填海 這樣講選址準則 可能不是太全面 所以我們聽到公眾的意見 今天也是初步將一些 我們研究或可以考慮的一些選址 拿出來給公眾大家討論 但要強調 這個仍是公眾參與的階段之中 就沒有確認是一個選址 即是大家拿出來討論 以及公眾仍然可以提出另外一些選址 在進入介紹這個選址的情況 或者公眾參與的進度之前 我想簡單地再回顧一下 我們這個研究的目標和背景 我知道很多傳媒朋友 其實可能都已經聽過部分資料 多謝大家給我一點內心 那我就很快就講一講 我講的方面是有三部分 第一就是 究竟為何我們需要增加土地呢 第二部分就是 我們現在有一個3R的原則 就是土地的儲備 填海和發展岩洞的重要性 第三就是指導的原則 和初步選址的準則 我希望大家公眾討論 很快就講一講 我們是為何覺得需要增加土地呢 在人口的增長方面 現在我們香港的人口大約是710萬人 但是我們的估計 人口的推算在2039年 將會上升到大約890萬人 而增加的人數大約是180萬人 去到2039年 而同時間呢 這個住戶的增長呢 也都由240萬呢 是會增加到310萬的 這些就是 也都需要增加房屋 也都需要增加土地 第二方面是經濟發展方面 那麼香港有四大的支柱行業 也都有六大的產業 在各方面的 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呢 也都需要土地去支撐 我們足夠的基礎建設 第三方面呢 是社會的需求 在近年呢 大家都非常之重視是幾樣東西的 就是 例如建築的密度 要降低 要增加活動的空間 要保護自然的環境 保存文化和文物 和增加土地的需求 去完成以上那麼多的目標 也都變成了我們覺得 在這方面 尤其是降低發展的密度 是需要多些土地的 那麼我們一向呢 在香港做了呢 很粗略來說呢 是有六種 是增加土地的模式 在大家看一下簡報 可以看到呢 就是重建 更改土地用途 收地 填海 發展岩洞 以及利用以前的石礦場 那樣 那這種 這六種模式呢 我們這麼多年來呢 都是有交叉用的 譬如有些方式 其實是三種 一起用都不出奇的 譬如重建 你可能也都要有 更改土地用途 也都可能有收地的方面的 那麼在這六種模式呢 我們各種模式呢 都有各自的挑戰 譬如簡單來說呢 更改土地用途 和重建 雖然是政府可以做的 但是也都會有 市場的主導的方面 有時我們規劃上 改了某個地段的用途 可能都要市場 發展商去配合 才可以增加了某個地方的用途 另外收地呢 就有挑戰 當然就是影響到居民 填海就有環境的考慮 各種這樣 而岩洞呢 就不是所有的設施 都適合放在岩洞 那所以我們覺得呢 在增加土地供應方面的模式 應該就是六種的模式 都是混合很靈活地運用的 大家看看這個圖表 在過去的十年 藍色的就是2001至2005年 而橙色的或者啡色的就是2006至2010年 在這幾年大家看到 在各種挑戰的方面 各種的增加土地用途的方法 都是比較少的 在後五年比前五年 其他的用途 我們所以更加就希望呢 是很靈活地可以利用 一個靈活的土地供應模式 可以各戶補不足 大家看看這個圖表呢 就是現在現時呢 香港土地用途的分佈 紅色那裏呢 就是住宅的 在現在呢 就有76平方公里 或者大約7%是住宅的 但這個只是說住宅而已 另外綠色的呢 就是其他的商業啊 其他的基礎建設啊 或者運輸方面的公路方面的用途 那我們是怎樣看到 未來土地的需求呢 我們的看法呢 就是在700萬人現在呢 大約需要76平方公里的住宅用地 就是大約7% 那所以呢 大約很粗略地估計呢 每1%或者每1%的用地 可以容納100萬人 面積大約11平方公里 但除了住宅之外呢 我們其實都需要其他的配套的 包括經濟的用地啊 公共設施啊 道路等等 那看現在我們 剛才的圖表看到的數字呢 那個土地用途呢 大約就是1比1.3 就是估計呢 它住宅用地 和其他社區配套呢 它的比例是1比1.3 但是我們要特別提出呢 以上的估算呢 是用現在的密度來計算的 也都未去計算其他 譬如有些主要的 譬如機場啊 因為機場我們覺得 就算是增加了某些人口呢 未必要在另外一個新機場 所以那些就沒有計算下去 主要是密度既然降低了呢 就算1比1.3 在某些情況下 可能都要多些的用地 那大家看到這個表呢 如果是這樣計算呢 我們如果去到2039年呢 很粗略估計呢 是我們需要多4500公頃的用地 但這個呢 都要再重新一點呢 就是用現在的密度來計算 如果那個密度再降低呢 可能還需要多些用地 那這個就是需求了 那我們現在的去到 將來的供應又會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幾樣 暫時來說我們有幾個發展項目呢 大家看到這個圖表呢 有各種的發展項目 譬如西國六文化區啦 啟德發展區啦 將軍路南啊 還有現在是計劃著的 東沖漁下發展區啦 新界新的發展區啦 前石礦牆啊 其他防空項目這樣 這裡也可以大家看到呢 每一種的發展項目呢 都不是單單用一種模式的 有時候呢 就可能呢 是有三種模式啊 有時候是有兩種模式 一起運用才能做到的 另外呢 在今年特首的施政 在去年2001年 2011年的特首施政報告呢 亦都有提到呢 是可以將一些 推動一些部分的工業用地啊 或者綠化地帶啊 亦都可以得到260公頃的用地 另外呢 亦都考慮政府 有些私營的發展商 重建項目呢 30公頃用地 這樣很粗略地算起來呢 在現在已經在計劃之中呢 我們大約用各種模式 得到的用地呢 就有大約3040 3040公頃 那所以呢 我們一出的結論呢 就是如果去到2039年 一個粗略的估計呢 我們最少是需要多 1500公頃的用地 是符合我們的經濟發展 人口增長 以及市民的需求的 另外想提出一點呢 因為剛才說的 都是有很多的估計 有估計就牽涉一些變數 譬如人口增長的估計啊 道路運輸基建的建築的時間啊 對發展密度 以及社區重建的期望啊 也都根據用地用途的 有時候的時間呢 也都未必是掌握得非常之貼近的 那所以呢 我們呢 也都在特首施政報告 也都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呢 我們要建立一個土地儲備 即是當有一個特別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已經有某一些用地呢 是適合大家用的 那這個呢 就變成了是 要考慮呢 這六種模式底下呢 是怎樣可以建立一個土地儲備呢 啊 第二呢 我們想說就是土地儲備這個課題了 施政報告我們也特別提出呢 就在第四十三段呢 就提出了土地儲備這個概念的 就特別提到呢 我們在適當的時間可以推出一些土地呢 可以達到需求上升的時候呢 還有可以有足夠的土地呢 去應付四萬個單位的需求 那土地儲備呢 我們在外國也有些經驗的 譬如新加坡呢 它一直以來呢 都是有做一個土地儲備的 大家看一看這個圖呢 看到呢 紅色就是它已經填海的用備 而黃色就是它土地儲備 預留了填海的位置來的 另外我們很近的鄰居呢 澳門呢 在2009年 國務院同意澳門政府填海 350公頃 而其中大家看到呢 CD區呢 除了規劃為駐紮陸化地帶 多元產業之外呢 也是預留了一些土地作為儲備的 這些就是我們附近的一些地方 土地儲備的概念 在我們覺得呢 土地儲備呢 其實有三個模式可以做的 第一個模式呢 就是我們已經是 將一幅土地呢 已經平整了出來 已經放在這裡 而它的 沒有確立永久用途之前呢 可以作為一個臨時的用途 第二個模式呢 就是我們已經密釋了可行的地點 我們做了研究和設計的工作 在確定有需要的時候 才開始做一個填海的工程 這個就需要多少時間的 第三個呢 就是我們 就預留了符合選子準則的可行地點 當日後如果有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先進一步研究它的可行性 和開展設計的工作 那麼我們也都已經這樣做了一步 但是呢 其他的詳細的設計呢 都要下一步才做 這三種模式呢 我們覺得都可以 作為土地儲備的一個基礎 在土地儲備方面呢 都要提一提 我們以上提過的六種模式呢 是哪一種適合呢 在重建啊 更改土地用途 和收地這三方面呢 就比較不適合做土地儲備 因為我們是很難呢 就去譬如收地這樣 是收一幅地回來呢 就告訴業主 我們收地回來呢 是未有特定的用途 我們是很難做到這件事的 譬如更改土地用途 或者重建呢 都不可以是未有特定用途 就收了它來做先的 但是你用石礦牆呢 都可以適合大石礦牆的數量 比較少了 但是發展岩洞方面呢 也都可以適合大呢 就不是所有的設施 都可以在岩洞裡面放置 而放出來的土地呢 就反而就可以用作土地儲備 填海呢 就比較非常適合了 因為在大家看到 譬如新加坡和澳門的例子呢 都是用填海作為土地儲備的 我們現在就很快說一說呢 在維廣以外填海的一些 我們的考慮 維廣以外填海 我們在說中呢 主要呢 就是提出的方法呢 我們一定要在維廣以外 第二是一個適當的地點 第三是一個適當的規模 也都我們覺得呢 是有三個好處 第一它可以建造土地 第二呢 我們可以處理一些建築的物料 第三呢 我們可以處理一些污染的泥物 我現在很快地說一說 大家看到這一幅圖呢 在香港歷史以來呢 我們是已經填了6824公頃的土地的 在這628多公頃裡面呢 我們是住了27%的人口 而有七成的辦公室的面積呢 都在這些填海土地上面 而在很多的新市鎮 譬如 屯門啊 東沖啊 荃灣啊 沙田大埔 將軍路等等呢 都在填海用地上面的 那大家看看這個圖表呢 就看到呢 我們一直以來呢 大概呢 在1985年至2004年呢 每5年呢 增加的填海面積呢 大約是500至700公頃 但是在 2004年 因為有終審庭 對保護海國條例的裁判之後呢 我們對填海呢 就是比較謹慎了 所以呢 我們看到呢 我們在2005至2009年呢 就只填了84公頃 而在2010年呢 只填了1公頃的 所以填海 作為六個 增加土地供應的 其中一個用途的方面呢 在最近的五六年呢 是少了很多的 大家看看填海呢 除了可以 蓋房子之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例子 譬如我們的國際機場 我們赤柱的海旁 大埔海濱公園呢 或是迪士尼公園呢 都是填海得來的 那麼填海呢 現在呢 最多人關注 就是一個環保的問題 那麼我們其實 在最近這十年呢 都有很多創新的想法的了 譬如我們有創新的技術呢 不用疏進 反而 即是變成 不用挖走海泥呢 就用其他方法去鞏固海泥 或者建海堤 對環境的影響是小了的 另外我們也可以利用設計呢 是建立一些生態的海岸線呢 以及培育一個海岸的生態 最主要就是填海呢 我們是需要進行 一個很詳細的環境影響評估 也都會實行一些環境的監察和審核 那麼我們是會對填海 對環境的影響是特別關注的 另外我剛才都提過了 就是可以處理這個建築填料的問題 其實建築填料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不是一些垃圾來的 是一些在建築挖掘 裝修或者拆卸工程得出來的一些填料 而他們是可以重用的 那麼在每一年呢 雖然我們已經是推行了一些方法呢 亦都有一個3R的 就是減少再用和循環再造這個建築填料呢 已經在06年到現在呢 我們已經減少了25%的建築填料的產生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城市的發展啊 譬如很多裝修工程的關係呢 仍然我們每年呢 大概有6至700萬噸的建築填料 是需要處理的 那麼我們現在的做法呢 就是我們有兩個填料庫 可以臨時是放了這些填料 那麼但是呢 這個填料庫呢 也都會在不久的將來呢 可能會填滿 如果我們沒有其他方法的話 在以往的情況呢 我們可以用這些填料呢 去做本地的填料 但是以往的七八年呢 已經比較少了這個用途 那麼所以我們呢 在幾年前開始呢 我們就已經是把這些填料呢 是和內地的台山呢 有個協議呢 就是運到台山那裏去處置的 那麼但是這個做法呢 就我們每一次呢 每一個行程呢 叫170的海里 而且呢 我們有很多船呢 要不斷地來回呢 那來回是要24小時 也都會有很多碳排放啊 那這樣呢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並非一個可以長遠 也都是 並非一個環保 處理這個填料的問題的一個方法來的 那麼另外呢 在我們每一年的 要疏進河道啊 因為我們是作為一個國際的海港呢 是不斷地要疏進我們的航道的安全啊 這樣 就每年會產生大約200至250萬 或方米的污染海泥 我們也都需要去處置這些污染海泥的 那麼現在的方法呢 我們就在海底呢 是挖一個海藏的位置 挖一個泥坑 將一些污染海泥放進去之後呢 再將一些清潔的污泥呢 在上面覆蓋的 那麼現在的做法呢 就在沙洲東面就有這個設施的 那麼 但是這個設施呢 也都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呢 2015年左右呢 可能就會填滿 所以政府也都在想著 在大小莫都爾南呢 設置另一個相同的設施 但是就算這個設施是 可以建成呢 我們在想著都可能在 再兩三年 譬如2017、2018年左右呢 可能也都會填滿的 那麼所以我們呢 就希望也都想一個方法呢 新的想法呢 可以去處置這些污泥 現在想的方法呢 就是我們叫做 處置污泥的一個處理設施 就叫做 密閉污泥處理設施 做法呢 就是在 我們做了初步的研究呢 是可以在近岸的位置呢 建造一個海堤 去圍住部分的海域 將一些污泥放進去 然後也都將一些乾淨的泥去覆蓋 那麼它上面呢 也都可以用來作為一些 優氣設施啊 或者綠化的地帶 這個方法呢 其實在海外很多地方都有做過的了 譬如在加拿大 新加坡 甚至荷蘭的地方呢 都有做過這一種的設施的 我們都知道是有這樣的經驗 那麼很快就說一說呢 以上我們講過填海和發展岩洞呢 那麼我們在諮詢局的策誌也有提過呢 我們有些指導原則和初步的選址的方法 那麼我們想簡單說一說岩洞呢 岩洞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釋出有價值的土地作為資源 作為發展 也都可以把一些厭惡性的設施呢 就釋放一些土地出來呢 用來作其他用途的 那麼在岩洞出來的岩石呢 一般都是很質量的 可以作為運營土或者碎石的材料啊 道路建造等等等等 所以呢我們覺得 岩洞這個發展 這個新思維呢 亦都是可行的 可以發展土地 那麼主要在岩洞方面 要處理的問題呢 就是通風啊 緊急的逃生啊 防火安全啊 其他的很多的商業運作的需要維修費用啊等等 那麼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其實香港其實也都有不同的特定的用途 是已經有岩洞出現過的了 譬如太古城的地鐵站呢 其實就是一個岩洞來的 譬如在港島西的一個物料轉運站啊 或者在赤柱的一個污水處理廠呢 也都已經是岩洞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想著呢 就是一個比較策略性的 是大規模的 研究香港作為 用岩洞去發展土地的一個方法的 在講到這裏之外呢 我們現在想講一下 指導原則那方面 那麼大家小賊子見到呢 其實都有這個指導原則的了 我們現在就在不同的場合呢 都跟公眾在談這個指導原則 但是這個指導原則呢 就是我們是用這個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來 去確立的 那麼希望在第一階段 結束二月尾之前呢 也都可以就這個指導原則呢 作為給公眾一個大家同意的方向呢 我們去繼續研究我們選址的準則 那麼在這裏之後呢 我就想交給總工程師 李居飛先生呢 講一講我們這麼久以來 公眾參與的進度 以及一些填海初步的選址的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